櫻花树的树干被撞出一个擦痕 民宅主人赶紧用绳索将整棵树给固定住 心腾花了45万元买的櫻花树 却被外地客撞断 后续还花钱请园艺专家来抢救 他撞到我这一根树枝 这一根主干如果没有救回来 那这一棵櫻花就死了 罗先生指控 因为附近开了一间咖啡店 造成人车涌入 警方调阅监视器也没拍到 案发经过 他跟店家反映让罗先生更气的是 对方一开始说要赔偿 最后却不认账 咖啡店是宠物餐厅 就开在距离罗先生家50公尺的地方 许多民众都会带着宠物钱来 去年7月落脚逃人扬眉 但店内生意新浓 却也造成附近邻居的困扰 附近邻居抱怨因为客人变多 扰乱社区安宁 如今又爆发疑似客人车辆 导致櫻花树受损的事件 因为生意好吸引顾客前来 却因为顾客停车问题 引发附近住户不满 业者也强调会在网路上 加强宣导民众维护环境 不要违规乱停车 扰乱住户安宁 近新闻洪瑞李杨仲强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